他叫阿坤 小时候和弟弟阿东 在外婆家相依为命 8岁那年 他偷了家里5万块 然后来到泰国 从此销身利己 数十年后 泰国多了一位叱咤风云的黑大佬 而他的弟弟阿东 为了解开多年的心结 等到外婆去世后 带着旅游小池 来到泰国找哥哥还债 根据多方打探 他来到哥哥阿坤地盘 不想接待他的 是哥哥阿坤的顾面兄弟阿姐 或者正在寻找邦里的叛徒 只见他 蒙着双眼 对着桌子一顿开火 叛徒慌了神 准备掏枪 突然黑暗中出现依然 叛徒毙命 阿东和旅游小池 被这一幕震慑 久久不能回神 但就算是这样 阿东还是决定向哥哥讨债 加上利息 他要价200万 然而阿坤却表示 他每年都有寄钱到外婆家里 他的债早已还清 接着阿坤表示 不过 我还是可以给你200万 但是按帮你的规矩 拿钱就要办事 随即阿坤递给阿东一把手枪 握住对方的手 扣动板击 对面的叛徒 中枪身亡 阿东首次杀人 瞬间失了身 阿坤对着他说道 你可以拿钱走了 不过 不要让我在泰国再次看到你 这样的哥哥 看似觉情 其实并不然 因为他早已察觉到 最近江湖动荡 随时会出乱子 如果阿东在这 他肯定会照顾不到 所以才出此下策 接着 他和阿杰 来到老大龙叔的家里 最近有人在他地盘贩卖毒品 而背后指使人 便是龙叔的侄儿阿海 毒品这玩意儿 是帮拍大忌 龙叔表示 如果找到阿海 任凭你们处置 我不会插身 而弟弟阿东这边 因没有彻底解开兄弟心结 他正在胡乱发火 阿坤手下小声建议阿东留下 并让阿东跟他去一个地方 阿东让旅游小池先回台湾 两人来到一豪宅 而此地 正是龙叔家里 此时的龙叔 早已命上多时 突然 一人带着大批人马赶到 此人正是之前提到的阿海 这家伙 心狠手辣 早已盯着阿坤帮派多时 知道对方弟弟来到泰国 所以才买通小声 设下此计 听完阿东出事 阿坤立马带人来到现场 阿海借钱发挥 问阿坤 你弟弟杀了老大 现在该怎么处置了 不想阿坤只是走到弟弟跟前 问了句 是不是你干的 不是 他说不是 那走 小心点 子弹没长眼睛 教哥你这是包皮他了 我会有个交代 杀声哥的人 一定死得很惨 阿坤带走阿东 将其交给旅游小梁 让其保护 或者是阿姐妹妹 在当地也颇有地位 交给他 阿坤很放心 随后 他和阿姐来到帮派画师人家里 将此事告诉对方 不讲画师人 却让阿坤清理门户 我坐在这个房间 我坐在这个房间里 看到的就是这么大的房间 任何事情不是我亲眼看见的 谁说的 我都不相信 现在最重要的是维持社团的势力平衡 不要乱来 这就是解决办法 阿久 我们都是中国人 以前中国有个皇帝叫李世民 他杀凶 他逼付退位 可是后来 谁都说他是好皇帝 阿久 你是个人才啊 我这个位子 将来一定是你的 做事这么拖拖拉拉 下面哪个会扶你啊 阿坤走后 画师人叫做阿杰 交代了一些事情 随后 阿坤找到旅游小梁 让其安排船只 让阿东离开泰国 临走前 他将自己的护身符送给对方 做男人要坚强点 两兄弟这几天见面 虽没聊过几句话 甚至剑拔卤张 但遭遇危机 刻在骨子里的血脉亲情 还是让他们重归于好 兄弟俩 对分别产生了不舍 之后 阿杰找到了阿东 要跟对方聊几句 而阿坤这边 他和小梁找到了杀手突击 好在两情侣配合默契 将敌人悉数干掉 此时的阿坤 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他来到阿杰亲上出没的高楼 看到阿杰 正拼命拉住阿东的双腿 原来 他之前接到金爷命令 后者知道 阿坤不会狠心干掉弟弟 便让阿杰替阿坤下手 不想 阿杰在推阿东下高楼的时刻 突然醒悟过来 所以才有了阿坤看到的这一幕 阿坤告诉阿杰 金爷耍了他们 你的妹妹 刚才和我插电被干掉 到了如今这个地步 阿坤知道 他们没有退路 只能放手一搏 然而一搏未平 一搏有期 阿杰接到小弟电话 后者称 看到阿东旅游小池 被阿海抓住 挟持在某地 阿杰听后 为不让阿坤等人分心 决定自己向小池救出 以挽回 之前犯下的错误 他只剩一人 来到小池被抓的工厂 潜住进去 干掉几人后 还是被阿海等人发现 他平时将小池救出 自己却身负重伤 靠在阿坤西日手下小生 将功赎罪 将阿杰和小池救了出来 几人去车来到阿坤这里 第二天 来接阿东离开泰国的船 知道了 阿坤让小生将弟弟和小池 送走 自己准备 应付接下来的事 阿东几人来到码头 他心意已决 让小池先上船离开 自己准备留下 和哥哥阿坤并肩作战 而此时的阿坤 正守候在舍上的阿姐身旁 突然 他接到阿海的电话 没想到对方的行动 来得这么快 杀手已经围住房子 阿坤持相语气火托 不想对方人数太多 他很快被包围 结果此时 几声枪响 杀手应声而倒 原来是阿姐醒了过来 两位好友合作 和杀手展开拼死博战 阿杰知道 他们寡不敌众 便自己吸引众人的注意 而此时的街头 小梁准备暗杀阿海 结果失败 阿海受伤逃跑 他自己却重枪倒地 阿坤将其救走 在车上 一不愿看到 小梁受太多痛苦 阿坤亲手送了小梁一程 几小时内 自己一生中 最重要的善人 已经走了两位 阿坤和小东 将小梁的尸停摆下 兄弟娘 决定找阿海复仇 他们拒绝了小生的加入 自己的事 就要自己解决 两人开车 很快锁定了阿海的位置 在公路上 双方展开血战 阿海手下悉数毙命 阿东也因火拼 身负重伤 阿坤追逐阿海 来到田地里 不想对方还有子弹 阿坤身中输枪 关键时刻 弟弟阿东赶到 不能轻轻 没用的 我赢定了 两点 別動 不要 卑鄙上眼睛 卑鄙睡著了 之后阿栋回到台湾和旅游小池相聚 而阿坤因身份原因不能一同前往 他只能隐姓埋名周游各地 两兄弟时常写信 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告诉对方 虽不能一起生活 但他们的兄弟之心时刻连在一起 影片名叫爱雨晨 是一部片冷门的港片 雷哥强烈推荐大家去看看本片 这个电影将兄弟情爱情友情刻画的入目三分 让人看完未知动容 特别是王杰这个角色 将男人的义气展现到了极致 最后的父死杀敌豪情万丈 让雷哥差点看得善然泪下 相比起吴振宇王杰杨永奇 陈小中和小池扮演者吴佩慈的表演 就逊色了不少 不过侠不掩瑜 丝毫不耽误这部电影成为经典 所以在此雷哥再次建议大家去看看本片 真的非常精彩 好了今天的老港片就讲到这了 我是一个是要讲完所有经典港片的解说 喜欢了一个的话麻烦点个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